248 人民日報海外版2015年7月24日報章十名劉伯 張偉玉吾爽張喜之樂在文化傳承 張偉玉吾爽作為國學大家和教育家 張喜之手筆識卷,至今仍每天堅持讀書 看新聞,他住在青華園的一所老居民流裡 儘管八十多歲了,但衣飾向來整潔 頭髮梳理得整整齊齊,他身材高大青翅 舉止優雅,令人見之忙足 他最近在看朗雲所言,貴善臨學術思想精髓並做筆記 每次出去開會都看一點,覺得好的都畫了重點號 以幼崖人生做無崖探究,張喜之樂在其中 影響深遠的幾位老師張喜之生於1927年 少年時,由於戰亂,張喜之就讀的學校一在邊東 在江蘇南通讀的小學,在甘肅蘭州讀了初一 初二,在到閃南城故讀初三 後來又到重慶,就讀於南開高中 1946年北大,清華和南開返回北平和天津復校 並於千年聯合招生,張喜之步考了北大哲學系 他還清晰地記得語文作文題目視學校與社會 作文中強調了大學對社會文化的引領作用 得了很高的分數,他也不編科 數學考了六十多分,以正取生的身份被錄取 湯用同先生當年人民學院院長,開出了藝進元學 英國經驗主義,歐洲大陸理性主義和印度籍學 此四門課,湯先生想讓學生知道 學習和研究中國籍學,此必須懂得外國哲學 此,這種教學方法讓張喜之受益中生 張喜之當年聽了前三門課並做了詳盡的課堂筆記 湯先生不僅看過這些筆記,甚至還親不修正了裏面的倉鑼 這些筆記如果現在還在,稍加整理就是很好的作品 讓張喜之印象深刻的還有一件事 在英國經驗主義課堂上,湯用同先生讓大家思考一個問題 諾克如何用經驗主義修改了迪卡爾的知識學說 張喜之認真閱讀了原文,很快寫出了讀書筆記 但湯先生認為他忽略了一個重要環節 即沒有著名迪卡爾能夠貫徹其知識論的起點 我師故我在,青年將喜之辯護到 這聲我懂,別人也都懂,所以沒必要寫出來 湯先生的教育風格就是美美到來 他輕輕地說,要從學生時其養成好習慣 寫東西是給別人看的 作者了解的東西讀者未必了解 要處處考慮讀者,文章中重要的環節即或警宣 也不能省略,賀倫先生的教學方法也肯讀特有效 那時候他開的時刻刻意直學 選修課,1948年選讀該課的共有五名學生 賀倫先生也出了中文本小邏輯 讓學生根據原著對中文本加以教證或提出問題 其他四人居德文版,將喜之居英文版 平常自學,每週去賀倫先生家裡聽一次課 大家常常能發生爭論,這種教學方法特別有啟發性 五人之一的楊祖圖就是這樣走上直學,研究道路的 後來,賀倫先生在小邏輯譯本 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隱言中說 1946-1950者一學年內,我在北京大學受克格爾籍學 一科,班上有楊顯邦、張喜之、楊祖圖、陳世夫 梅德與諸同學,並有王太慶、徐家昌熱同志參加 上學期我們研讀小邏輯,下學期我們研讀烈寧的克格爾邏輯學一書集要 他們都參讀了我的譯稿 有幾位同學並爭根據我的譯稿與英文或德文本對照讀 作有讀書報告,他們對於名詞和譯文的斟酌修改 都爭貢獻過寶貴的意見 上大學的時候,張喜之求學積極主動 有個學期,港師齊梁祺開的選修課 英文哲學名著選讀只有張喜之一個學生選讀 但是裏並沒有因此停開這門課 齊先生也沒有提其他要求 結課後齊先生還第二級他一張紙條,問自己講課的不足之處 後來的石俊先生講課風格不同於齊梁祺先生 他疫情奔放,隨時揮灑,聽得人天歡地闊 但美中不足的是他的湖南鄉音較重,語速較快 有些地方學生聽不明白,於是張喜之就把聽不懂或聽不明白的地方歸納出來 寫短信給石先生請求點讀 石先生有時候留書給張喜之,指條上會提示閱讀時注意哪些問題 他還主動問張喜之需要哪些書,並帶他到自己堆滿了圖書的宿舍養期挑選 張喜之這書後寫著條,石先生不要,說你用後還我就事了 師生監這份寶貴的情義押金讓張喜之感念得已 一向重視高校教學1950年,張喜之從北大畢業 畢業以後有兩個途徑,一是工作,二是繼續讀書 任繼月先生建議張喜之繼續讀清華哲學系研究生 任先生橫揚張喜之升旗天去見他,我帶你到清華哀哀 環境很好,學術氣氛也不錯,張喜之一度擔心自己考不上 任先生鼓勵他好好準備,當年清華大學招了二十四名研究生 哲學系有三個名額,其中就有張喜之,隨後有消息傳出 清華北辦文科寮,都並到北大去,這樣文科學生黃恐不堪 好在柳暗花明,天無絕人之勞,張喜之的另外一個老師 史學家後外勞先生派人來找他 1948年張喜之聽過他的中國思想史專題課,得了八十分的成績 1951年後先生到西北大學去做校長,想要把在北大聽他課的學生帶去 者可把張喜之高興壞了 第一,西安就是古代的長安、西漢、唐兩個城勢都在這裏 文化古蹟豐富,這是研究歷史的最好的城市 第二,西州就是在那裏興起的,有二千多年文化積殿 第三,西北大學當時是國立西北大學,前身是西北聯合大學,老師當校長 跟著他學,進步會挺大的,就這樣,張喜之決心去西北大學,撫去 侯先生就吸了他港師名二,你在清華當過研究生,我不吸你作教身份 侯先生強調,講課的人是港師,不講課的人不是港師 就這樣,張喜之第一門科士級法律系調江生港邏輯學,後先生來聽了他一堂課 說完你講得可以,但是舉的例子不生動,還需要繼續努力,張喜之對教學一向重視 從1952年到1978年,二十多年他一直是港師,直到改革開放後才被評為教授 改革開放以來,張喜之擔任了西北大學歷史系主任,後來又當了副校長 這都是他沒有預料到的,不過當校長的時候,他依然沒有放棄業務 堅持吸歷史系和中文系的本科生上中國思想史 學生們回憶說,張老師講中國思想史時不看原稿,旁征博引,順手唸來,聽起來非常過癮 其實並不是張喜之記性好,而是他重視課堂教學,準備充分,要用的材料都能背下來 現在高校有眾科研,輕教學的傾向,但在張喜之的記憶中,教他的老師們 在課堂內外都視為學生全道授業解劃的典範,這對張喜之的教育理念影響心願 在科研和編寫教材之間,張喜之一直重視教材的編寫工作 沒有上級報知,沒有申請課題,沒有中 費,20世紀80年代的一個下午 張喜之和幾位同人聚在一起進行討論並歸納出若干原則,之後就開始了中國思想史的編寫工作 這本由張喜之統稿主編的教材今天依然在大學裡使用 2002年,張喜之由主編了既有思想史又有文化背景的中國思想文化史 歷經四年,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會上一度出現貶低,否定祖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現象 這促使張喜之決心推出適合年輕人閱讀的書來,他用兩個月的時間以出題綱,又邀請專家 主編了中國傳統文化一書,該屬於1994年11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此後又出了插圖本和英譯本,共讓刷十多次,押金不須,張喜之並未滿足於已有成績 2002年,他以出十五個專題,以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為主線 邀請學術觀點相近的專家寫出了中國歷史十五講一書 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銷量很不錯》,作為後外勞的學生和長期助手 後外勞先生主編的黃黃巨著中國思想通史,也有張喜之的一份貢獻 作為名滿天下的人文學者,張喜之謙虛謹慎,他說,有生之年 在學術研究想要再做一些事,還有新的計劃要實現 學術研究作為名化 學術研究怪獸 學術研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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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研究竟